大家好,欢迎回到松书新语 那今年的8月7号啊 我和老范讲故事的老范啊 我们两个一块连线 聊了一下沙特的新未来城项目 新未来城啊 简称NUM 是沙特呢 2030愿景计划的一个重要的项目 那这个新未来城呢 分为四部分 最主要的一部分呢 就叫LINE 那这个LINE的这个项目啊 是非常的让人惊奇的 不叫惊奇 是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它是一个长啊 170公里 高500米 宽200米的这么一个玻璃墙建筑 你可以理解成一个玻璃长城 里边是一座城市 那它的占地面积啊 大概是34平方公里 里边最终啊 要居住900万人 没听错 是900万人 在这么一条线形的城市里边 所以它叫LINE 那这个项目啊 一公布啊 就引起了可以说是轩然大波 不是惊奇 大家都认为他们在吹牛 你这个千年大计 你又是王子 这些家到一块呢 就是一个啊 这个破家的王子嘛 是吧 瞎花钱的这么一个项目 早晚会成为一个千年烂尾 那到底它现在像那么进展怎么样呢 它现在呢 计划是到2026年啊 这个NUM呢 就要容纳45万人 45万人呢 和加拿一年移民的人口相当啊 到2030年呢 容纳到200万人最多 到2045年呢 到900万人 那么最终呢 我这样的这个城市呢 比阿布扎比还要大 这么一条线 你在太空中肯定是肉眼能看见的 这是我们做的这个3D地图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可以说 从它的海边一直到 一直到这个朱布里边的山区 地形呢 也比较复杂 那这个项目的其他几个部分呢 还有三部分啊 一部分叫Oxagon 它是一个七公里宽的这个浮动城市 它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自动的港口 和所谓的综合物流中心所在地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个山区的旅游地方 叫什么呢 叫Tradima Tradima呢 将成为一个标志性的 世界一流的啊 也是旅游目的地 主要和这个自然啊 户外的景观相结合 这是它的这个叫 Tradima 那么这个项目呢 主要是强调的这个滑雪啊 运动啊 等等啊 是这么一个项目 另外一个项目呢 就是现在已经进展比较快的一个项目 叫新大拉岛啊 这个新大拉岛啊 确实是已经开始有进展了 这个2030愿景计划啊 人家沙特有的是钱 有超能力 所以这个项目呢 就一直再往前走 特别是这个新大拉岛的开发啊 已经出局规模了 那么沙特王子啊 刚刚啊 这个沙特王储 穆罕默德本 萨拉曼呢 在这个礼拜 刚刚说呢 Neum的新目的地岛啊 就新大拉岛的开发啊 在2024年就要接客了 哎 这是一个重要的 红海的游轮目的地 大家知道啊 在地中海啊 有好多个港口呢 都是游轮目的地 那么它主要呢 就和他们去争了 那当然了 它的最终目的呢 是要打造成一个 和佛罗里达州的 这个游轮港口中心 像媲美的这么个地方 野心是非常大的 像地中海的黑山啊 或者劳德戴尔堡啊 这样的游轮中心啊 不是一天两天做成的 那现在沙特想搞这个呢 那肯定是要动用 它的超能力了 据了解啊 这个就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视频的 这当然这都是效果视频啊 是电脑做的 或者是拍的 还不是实景 它将容纳这个 有86个博位的码头啊 有413间的 这个超高级酒店客房 和333间的 高端服务室公寓 还拥有豪华的 海滩俱乐部啊 以及世界级的 5920米的 七十根球场 将来游轮停靠之后呢 吃喝玩一体 就把这个高端的逼格 上升到无限 有的是钱嘛 所以呢 它想通过这个呢 全世界有钱的人 先吸引过来 来帮他们呢 打响这一枪 那当然了 这是他们自己的 一个美好愿望 是吧 能不能做起来 那是另说的 刚才我们讲过 这个Neum的一些 基本情况 大家知道沙特呀 是全球为数不多的 君主制国家中的 最大的一个啊 全球有30多个 君主制国家 沙特呢是 妥妥的 最铁的这个 君主制国家 现在呢 国王叫老 老国王呢 已经是比较老了 那么他呢 现在主要把权力呢 已经交给了 他的这个王储 就是现在这个 萨拉曼王储 那这个萨拉曼王储啊 实际上呢 他也兼任了 沙特的国防部长 那绝对是 说一不二的 所以现在呢 他们这个LINE项目 从最早的一个笑话 大家认为是笑话 后来变成一个 开始发包了 到现在开始施工了 这么个东西 大家对这个LINE的 项目的看法呢 也稍微有些改变 但是很多人呢 依然是将信将语 我呢 也依然是谨慎的 乐观态度来看待他 那作为一个曾经的建筑行业 从业人员呢 我觉得呀 如果有超能力 如果有钱能解决的事 那就不叫事 恰恰呢 起码最近几十年 沙特呢 有的是钱 沙特为什么要做这个 所谓的这个 2030愿景计划呢 就是因为呀 他们想呢 在石油啊 枯竭之后 他们好 继续发展自己的这个经济 那就是说呢 要把现在的投资呢 投到未来 那现在投资呢 为将来做准备 那么这个LINE项目呢 也就应运而生了 当然了 我们刚刚正在看世界杯 还没有完 像卡塔尔这么一个 33万公民的小国啊 因为有超能力 就举办了一个 看起来还比较成功的世界杯 大家知道啊 最近三年啊 有过夏季奥运会 有过冬季奥运会 都是怎么开的 大家都知道 夏季奥运会呢 推了一年 冬季奥运会呢 没有自由的观众 对吧 那当然了 你看现在世界杯 他给大家感觉就是 一个彻底放开了 这么一个节奏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哎 我们的世界呢 也进入了一个快车道 卡塔尔恰恰是在这个 慢车道和快车道之间 这么一个交接点 所以这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啊 无论是谁的冠军 无论是败的 最后办的 是不是特别精彩 他都将进入史册 一个在世界杯历史上 人口最少 国土面积最小 还是一个穆斯林国家的 很多个第一次的 举办的世界杯 他办成了 这就是很难能可贵的 当然他背后啊 有很多问题 包括会选啊 以及劳工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穆斯林的石油小国 成功的举办了世界杯 哎 这就是一个超能力的在线 所以呢 我们对于沙特能不能举办 能不能建好这个NUM 我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就是他现在是有钱的 哎 那么沙特建设这个项目啊 他的钱的总投资啊 是非常高的啊 大概呢 最头最少是5000亿美元以上 那当然了 他第一阶段的是 3190亿美元 那部分资金呢 他是来自于财富基金啊 那么到2045年呢 他将全部建成 中间呢 还有很多个投资地方 那么沙特的国家主权基金啊 那就是NUM的这个基石资金 他要通过私募啊 以及公开的募股IPO啊 来实现他的这个资金 实现他的资金构成 另外呢 这个项目啊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啊 这也是沙特啊 一贯的他们采用的做法 是什么呢 就是 赫兹 哎 我之前在老办讲故事 没跟大家讲过 你比如说 呃 他现在啊 已经开始施工了 就像我们这个 卫星图上看到的啊 他在地球上已经画了一道线 从卫星上能看见的 那这个地形 大家看到 从他的西端到东端啊 一百七十公里啊 有沙漠 有山地啊 也有这个丘陵 那这个里面地形是非常复杂的 有大量的这个隧道开挖 还有呢 地基的平整 所以呢 他把这个合同呢 分成两份 授予了中国建设总公司和三星物产 但是 这两家公司都要和沙特本地的公司 搞成合资公司 你才能被授予合同 哎 这就是他比较牛的地方 这意味着什么呀 朋友们 意味着 所有的参与建设的公司 都要往里融资 都要电资 不光是这个隧道开挖呀 这里边呢 有个最大的项目 也是最重要的项目之一 什么呢 就是海水淡化进化 那海水淡化进化的合同呢 也已经 投标招标完了 也已经授予了 这个 几家公司 当然沙特本身就有全世界最大的海水淡化的一个厂 叫 阿 朱贝尔 阿朱贝尔呢 他的现在呢 是每天的是104万方水 海水进化能力 那么 这个里边呢 他的建化 海水淡化技术啊 从高中低档都有啊 最传统的海水淡化技术 到比较高级的海水淡化技术 可以说呢 那在沙特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各个门类的海水淡化的工厂啊 那么这些工厂啊 很多呢 也都是和国外合资的 啊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 呃 就是 Nume要用到的海水淡化 呃 他也 呃 也建成了这么这个 合资的公司 呃 分别是呢 伊东中商社和法国的威利亚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家海水淡化公司之一 那当然了 这里也分不开 也离不开中国的公司 在呃 伊东中商社和威利亚呢 他的分包里面都有中国的公司参与 前不久呢 还有山东的一家公司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 说参与了沙特的一个项目的建设 哎 就是类似的这个项目 那当然了 目前来说呢 海水淡化还没有突破性的技术 最终最终的要实现非常干净的技术 还是通过RO 就是反渗透技术来实现 那这个RO反渗透技术啊 我们之前也讲过 它实际上是很有争议的 哎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每生成啊 呃 知道这个反渗透技术的东西的人 大家都知道 它那个忽略器呢 家用的哈 其实你能看明白 它是有一个净水出口 一个废水出口 那废水出口是什么呢 它就是每生产一生净水啊 实际上是需要很多废水的 大概是我印象中是 呃 1.5倍吧 就是每生净水要 生成1.5升的浓岩水 把海水淡化之后 你 纯净水是没有盐的 那个盐呢 就进到这个废水里边了 所以海水淡化 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污染环境的 它污染环境呢 就是增加了 它排到海中的局部海水的浓度 那这个海水浓度呢 高了以后呢 无论是海中的海洋生物 还是珊瑚 还是其他东西都会变化 诶 这就是说 大家对于沙特 比较诟病的地方 就说诶 你的这个海水淡化呀 看起来是比较干净的 实际上你是污染环境的 当然了 这次的这NUM里边呢 他们就有一个新的计划 是什么呢 诶 要把海水淡化生成的浓岩水 我再进行进一步的提纯 提出什么来呢 这个盐水流无非就是什么硫酸鎂啊 硫酸钙啊 这些盐是吧 他要把这些美钠 这些盐提炼出来 提炼出来之后呢 作为化工产品再来销售 那当然了 这里边就需要海量的电 那电要从哪来呢 太阳能 目前来说呢 他们主要是通过太阳能发电 当然了也有 他在这个海水淡化过程中 也有发电的 那整个这个海水淡化啊 它是既用电也发电的 那么这里边呢 还有一项技术呢 就是他们在搞的 就是一个叫DOOM的一个技术 就是像把这个无数面的镜子呀 在这个一个圆形区域里边 几十万面镜子呢 就是对准了一个高度 就是高度的一个 一定高度上的一个塔 那这个塔的这个太阳穹顶啊 就SOLO DOOM呢 它会很快被这个太阳的温度加热 加热之后呢 哎 它蒸发 蒸发出来以后的水顺着壁流下来 就是基本上就是纯净水了 那这个技术呢 他们在做测试 据说呢 已经分包给了英国的一家公司在搞 那现在说起来这些技术啊 都还不够炫 那最炫的呢 是呢 咱们在这个 在这个 LINE里边啊 要搞飞行汽车 那它的交通方式是什么呢 第一 从东端到西端 二一百七十公里长的 通过二十分钟就能从这头走到那头上 高速铁路线 大家想想这是多快的速度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无人驾驶汽车 第三个呢 是无人驾驶飞机 那这个很有可能的 无人驾驶汽车和无人驾驶飞机是一体的 他竟然在地上跑 又在空中飞 而这个无人驾驶飞机的标也已经发包了 已经开始在试验了 这个沙特王子才大气粗 一下买了这个 很多架啊 叫 Volocopter 这个Nume呢 和这个Volocopter呢 也建了一个合资公司 也是这个套路 打造世界上 世界第一家定制的这种空中汽车公司 所以呢 他现在呢 这15家 这个前期的这15家的这个空中这个轿车呀 已经在试飞了 在试验了 将来呢 就是共享电动出行 自动搬车 电动船 还有这个送货无人机 还有这个 这个刚才我们说高速铁路 这是他的交通 听了是不是很炫啊 这都是科幻小说里的 那既然是王子嘛 是吧 王鼠嘛 那想的肯定要比一般的这个逼格要高一点 不是我们想象的 当了王鼠一天要吃四顿油条 是吧 人家是24小时随便吃油条啊 所以弄个电动汽车 这都不算啥 当然到现在为止啊 到底干的怎么样 哎 还是我们说的 刚才看到这个卫星的这个图片了吧 那这里边呢 比如我们看到这个项目 这是一个 整个这个海边 东头的这个项目 可以看到呢 他从2021年的下半年 已经开始动了 人家真的在动 先修一条路 先修一条辅助的路 在路的边上 开始运建筑材料 运设备 开始做地基 看到那条线了吗 哎 就在2021年的七八月份就开始了 一直到现在 一直在施工 那在YouTube上呢 也有很少的一部分视频 讲他们施工的 那并没有标注位置 那我们现在这个卫星照片呢 一直做到了前几天 就12月的六七号吧 应该是 我印象中 那这是比较新的 那么一直到 今年 在疫情期间 那当然国外已经放开了 他们都没有停止施工 当然这些施工的劳工啊 基本上很多都是从海外招聘的 给的费用 待遇也比较高 你想想 在这沙漠中啊 高温下施工 沙特的天气啊 像这种位置都在40多度啊 夏天 到现在还是30多度呢 你看我们这个卫星图片 10月份 到10月份的时候 这个交通路线高速基本上修通了 看到了吧 所以呢 这个项目人家是真在干 不是说吹一车牛就罢了了 人家是真在干 那他到底能干成个什么样呢 哎 这就来了 这不是吗 啊 去访问了是吧 访问了就要拿项目的 那现在呢 实际上这个中建呢 已经拿到了隧道项目 这里边啊 确实有很多中方公司啊 在参与 那全世界的公司啊 都在参与 那地主家儿子盖房子 那肯定要去吃一把 至于他盖成盖不成 另说 我们先把我们的建筑材料卖过去 所以呢 你想想 170公里长 500米高 200米宽的这么一个玻璃幕墙 光玻璃幕玻璃需要多少 光金属行件需要多少 光保温材料需要多少 光太阳灯电池板需要多少 那当然了 说到太阳灯电池板啊 他现在要玩个更虚的 更炫的 不叫更虚的 大家知道我们普通的太阳灯电池板呢 哎 都是有一定角度啊 可以调整的 他们肯定是在沙漠边上呢 是要建这样的太阳灯电池板啊 作为一个辅助的 那么在他们的玻璃幕墙里边 就是朝阳的这边 就朝南的一侧 他这个玻璃啊 是特殊定制的 可以既发电哎 又透光 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顶上也是 当然这里边呢 关于他的这个设计啊 各方面 请的很多都是 顶级的建筑设计师 但是呢 既有顶级建筑师的参与 也有顶级建筑师的反对 因为前面我们讲过 从他淡化水这块 就有人在诟病他 你污染啊 红海污染啊 海水 因为他的位置啊 大家看到 他是比较 确实位置比较好的 最左边是苏伊士运河的 苏伊士湾 往下边是红海 是吧 再往上边呢 也是一个小海峡 所以到这里边呢 他在一个交叉点上 所以这块呢 总体来说呢 位置确实是不错 他构建的这个 新微来城的四大部分 那里边呢 最主要的是line 其他的呢 也都扼守着 比较关键的口 你像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辛达拉岛 就在红海里边 是吧 还有Oxigan 也在红海的边缘 哎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Trogino Trogino呢 是在这个line的边上啊 他交动都比较方便的 那当然了 呃 这里边呢 我们讲了这么多呀 其实都是硬件啊 呃 我刚才讲过 能够钱能解决的事 那都不叫事 那无论说 他牛吹的多好啊 比如说 那我们要做成啊 改变人类居住形态的啊 也好啊 我们要这个 呃 生活在未来也好啊 等等等等 关键的关键 就是他前期的 投资和募资能力 呃 第二个呢 是在环保方面 不能招致太大的批评 呃 除了之外啊 呃 其他的像碳排放啊 他都着重强调 呃 那么劳工的待遇 这块呢 目前还没有爆出太大丑闻来 呃 也都还可以 最关键关键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将来他的软的价 就是政策 那这块呢 他们自己呢 也有很多的说法 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视频里边啊 就现在看到的这个 Nume的这个广告视频里边 这个女孩飞来飞去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啊 其实呢 呃 他们也把女性也推出来 你看这个女孩没戴面纱 戴沙特呀 大家知道 在从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到90年代啊 到200几年吧 危险中 沙特呢 都是电影院啊 只能男的去看 女的呢 都需要戴面纱 呃 并且呢 呃 还有很多的这个 呃 原教旨主义的这个 穆斯林的这种 这种政策都在执行 你基本上说 呃 如果说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呃 男女啊 像啊 一个正常社会那样 那是严重违反沙特的 法律的 那大家知道 在伊朗啊 刚刚发生过骚乱 什么骚乱呢 就是一个女青年 一个漂亮的女青年 二十来岁 就因为没有戴面纱 也不是没有戴面纱 是面纱没有戴好 露出了一部分皮肤 就被他们的道德警察抓住了 最后给折磨致死 引发了伊朗大规模的骚乱 现在已经造成了200多人的死亡 包括杀 伊朗足球队在世界奔上啊 都特意的抗争 那这个事呢 可以看到啊 穆斯林的这个清规戒律啊 对老百姓的限制 对妇女的摧残是非常大的 那在这个NUM里边 他们怎么搞呢 哎 这就是一个 大家都在盯着的话题 那当然了 他到现在还是羞羞达达 没有给出一个具体政策了 因为呢 据2030年啊 他的愿景计划 对他初期的第一批人口 住进来 还有好几年的时间 他们也在看 也在调整 那这个沙特的这个王子啊 早期的时候 大家知道 他的口碑 还是比较差的 在土耳其啊 在沙特住 塔尔其大使馆啊 把那个 把他们的作家啊 给碎尸 那个事件里边啊 这个沙特 这个王储萨勒曼呢 是可以说 在全世界都出了名 那么后来呢 逐渐逐渐掌权之后 你发现了 他就是事实上的 沙特国王之后 大家也说不出什么来了 他就说了算 他想干什么 就是什么 这个国家 就是他的 你怎么办 虽然说沙特有几千个 这个王子 但是呢 作为老国王的 第八子的 这个萨拉曼王储 现在就是权力最大的 所以呢 你现在 你诟病他也没用 他现在的意志 就是沙特的意志 所以在现在呢 他还是倾向于 这么一个开放的 这么一个国王 这么一个王储 不叫国王 所以呢 他将来的政策 我们觉得呢 他会有一定程度的开放 你比如说 女性在这个NUM里边 不带头金 是有可能的 如果NUM里边 只让西方的白人进来 只让外国的男子进来 不让女子进来 那是不可能的 那进来以后 让他们带头金 大家知道 在世界杯采访期间 或者是在伊朗 包括在中东的 很多以前的各种的 包括中国大陆 台湾的记者 香港的记者过去 都带着头金 是吧 围着 有那么一下 也尊重人家的 风俗习惯 但是你要到这个NUM里边 还这么来呢 那就有点夸张 所以呢 现在这个新未来城 到底会 什么样的一个软件政策 大家呢 确实是在拭目以待 那当然了 这个新未来城啊 最不利点在哪 我们讲啊 就是他万一烂尾了 他会烂到个什么程度 我们表示 我说谨慎的乐观 也是对于他新未来城 未来会盖到什么地方 只要这个萨拉曼王储 不被推翻 他顺利的当了国王 并且他也不短寿 他还能活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个新未来城啊 他肯定会持续施工的 他建成个县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可以建到这一段 就把这一段给停下来 封闭了 是吧 他最终能不能建成 一百七十公里 我是有怀疑的 但是千年大计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那建一千年建成的 也叫千年大计啊 对不对 开玩笑啊 所以呢 这个 有钱 有超能力 这个超能力呢 能否最终 形成落地 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不管怎么说 人家现在在干了 在做了 已经动手了 所以呢 我们也蹭一下这个热点 给大家讲讲 当然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他的施工和进展 你有什么观点和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对这个新未来城啊 持续的研究和关注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